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生十一 愿解如来生十一 好 前半掌 好 翻开讲义十六页 那我们记得要谈的是在第三段 那我们上堂课已经谈完了三十六种 可以让我们借助生起悲心的因缘 那同时也解释了所谓悲和大悲的不同的四种意思 那接下来第二段这里谈到说发心的殊胜 接下来谈第三段 那三男子菩萨有二种 那一者呢出家 出家菩萨 二者在家就在家菩萨 那这个是必须要受完菩萨戒的 那一般我们大概都会通称 一些还没有受菩萨戒的 有一些人他就会看到因为他的年纪 或者是说对他的一种方便的一种称呼 或者是老菩萨或者是小菩萨 那所以菩萨的一个称呼呢是相当的广泛 那夏文谈到说出家修菩 是不为难 也就是说出家重呢如果出了家之后 要能够全心全意的去修慈悲心的话 比较不会那么多的困难 那在家人修菩呢是乃为难 比较不容易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有二因缘故 那这种二因缘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的问题 或者是说在工作的环境职场 在一种工作环境职场当中呢 我们所要的也都是别人想要的 我们不要的也别人也大概就不想要 那因为都是我们想要别人也要 这样子就容易产生你真我夺 所以在财社民十岁当中呢 就会产生许多事情 会让自己起无名烦恼起慧恼心 那或者是呢起贪心 那只要有起了贪心或者称心或者愚痴心呢 这个都跟慈悲心背道而驰 成为一种相反的一些状况 所以依在家居士的一个立场情况来讲 由于生活上的一些困境 所以在修慈悲的时候 就会有种种的难处 那乃至于包括一些饮食环境也是如此 比方说像有些人家里面的人 并没有吃素 那由于你必须要长出 或者是说必须要采购 那这时候呢 难免你免不了 你就必须要去借众生的设身来滋养 家里面的人的设身 那以前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大部分也都是用这种方式 用别人的设身肉体 来滋养我们本身自己的设身肉体 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在没有佛法或者是说 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之下 很多事情我们很容易去跟人家产生一些 在无知的情况下产生的伤害 或者是说 我知道这个不太正确 但是因为为了名利 为了家人的缘故呢 会产生跟人家斗争 那其实这种斗争性呢 所以就造成在修慈悲上的困难 好 那个这个部分呢 我们平常在家居士都去留意一下 尽量的不要为了一些利害得失的关系 去产生自己的一些不当的一些 心念出来 因为每生一次的念头 那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那养成习惯呢 做上手之后 不再做会很困难 那行善的方式也是类似 行善习惯了之后 养成一种串席 你不做你也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 当我们持戒完之后 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所谓叫做戒体 要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这个 我们做不下去 这就是一种很明显或者是有利的戒体 会阻止我们 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应该 好 但是呢 在家居士有多重的阻碍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是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 好 下文说 三男子在家之人若不修悲 如果不修悲心的话呢 则不能得幽婆色戒 这里讲幽婆色戒 当然就是比较属于最终的菩萨戒 以在家居士来讲的话 五戒跟八关灾界比较类似 比较同属性 为什么 五戒呢是 对自己本身自己的生活意管理好 那没有主动修缮的这一个层面 那八关灾界呢也是一样 八关灾界也是一样 克制自己的欲望 然后去参加八关灾界 体验一下所谓出家人的一天生活 那其实这一天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是 防范自己的一些身口意的杂然 就这么一天 那所以八关灾界跟五戒呢 它比较偏向是僧文戒 至尽其义的 那如果说是菩萨戒呢 就属于是利他为上 不是只有光为自己设想而已 也不是说只有想要自己达到捏盘解脱 那同时呢 受菩萨戒之后 必须要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就是必须要让自己的佛道呢 能够完成 能够告一段落 或者是说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这样子才可以 所以有种种的一些困难 那这里说 如果说悲心不能培养起来的话 那受菩萨戒有很多的戒法 你就没有办法去持守 因为菩萨戒里面 除了色律于 跟各位讲一下 色律于呢 就是比较偏向是至尽其义 这个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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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属于色律于的 清静深口一三叶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饶益友情的 饶益友情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的 饶益友情的这些事情 你自己要主动去做 让自己的善呢 能够加强自己的一些 自己想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种呢 就色善法 饶益友情跟色善法 所有的善 只要是利益众生 有事有益的事情 那全部都是要去做 所以菩萨戒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 非得要我们自己主动去做 所以这个是 悲心的一个具体的一种实践 那下人说 若修悲矣呢 既即便获得 这里所谓的即便获得就是说 当这个人他有悲心的时候 他这时候呢 就是立刻得到戒体的意思 或者是说 这一个人只要存有慈悲心的话 这一个人的戒体呢 是随时保认住 那换言之 当各位如果说 已经受完菩萨戒 悲心如果常常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的话 那表示这个戒体呢 他就是 忽然存在忽然不在 忽然在忽然不在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平常在生活上 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去测试我们 但是大家也不要把那个悲心 把它想得太过 离我们的生活太远 悲心的测试 大家在家庭当中 因为是跟家人互动的机会 条件因缘是最密集的 把家里面的人的悲心 先当成是一个 让自己练习的一个对象 不要去寻找外面的 不要去找外面的 比如说找外面的 外面的那个我们会对他生起 什么发脾气什么的 那个通常都比较不会 通常会让我们 一而再再而三 然后让我人无可人的时候 发脾气的大部分都是家人 所以也就是说 在家庭当中 因为各位在家居士 会磨练 磨练大家身心的是 在自己的家里面 你的小孩子 你的长辈 你的同修 你的伴侣 种种的你的亲友 那这时候呢 去约置一下自己的一些 其器烦恼 所以修行就是 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 如果家里面 还很放肆的话 比如说你去到外面 你说我对外面的人很慈悲 我对人很不友善 但是我对动物很慈悲 这个是本末倒置 没有这样子的行为 没有那个菩萨说 我对外面的人很慈悲 然后对家里面的人 就是很冷漠 然后对家里面的人 不太友善 对动物阿猫阿果 就是非常的好 这个没有这种 这么染污心在分别的菩萨 没有这样的一个菩萨在分别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如果说连我们家里面的人 我们都忍受不了的话 我们可以忍受谁 如果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 那为什么这陌生的你可以忍 其他家里面的人 你不能忍 他已经伤害我很久了 我已经忍他很久 忍他很久 忍到最后不能忍 到最后还是破功 所以继续就是忍下去 你说他可是忍无可忍 那没有什么忍无可忍的 那要忍到什么时候呢 忍到就像经典里面所讲的 歌厉王歌劫世尊的身体的时候 也就是忍到说 我所有的财物我都已经牺牲了 那包括对方 他想要自知我于死地 那我一样可以忍 让自己呢 不会发脾气 那就是各位差不多要成功 那成功的说 也差不多快要成忍 也就是 已经差不多快要往生了啦 因为连自己的性命 都可以牺牲的话 那差不多的 就是成忍 牺牲成忍 好 那所以当我们 随时去观察自己生活上的 一些情况的话 就可以知道 自己本身够不够格 或者是说 已经准备好受菩萨戒了吗 这个都可以 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 是不是再重提一下 当菩萨是一定要受菩萨戒的 因為必须要从有做 然后才能够构成无作 各位有没有听过无作戒体 戒体是无作嘛 就是无形无色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有听过有做无作吗 我们后面会讲到喔 所谓的有做也就是说 各位你们去参加 比方说去参加五戒 在五戒的时候 有没有和尚啦 法师啦 在问你们说 这个戒能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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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样的仪式 在这样的仪式过程当中 各位的身和口 是不是都有回应 身体在现场嘛 你们总不能说 我受我戒 我身体没有去 我人没有去 这样是不行的 没有没有代替 龟一受戒 都没有所谓的代替的 没有代替的喔 这是你本身 你自己要去完成的 包括龟一 你说他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不懂 是才那个 才刚刚出生的 或者是两三岁的 那个其实都是算结结缘啊 因为龟一跟受戒 都是当事人 他自己主动愿意要受辞 这样才可以 好回到刚才所讲的 所谓的有做 也就是各位到佛门寺院做结磨 或者做法的时候 做法不是拿符咒贴在你们的额头上的那种做法 所谓的做法结磨它就是 我们现在办一场仪式 那在这场仪式告诉各位说 五戒也在持什么 那里面有不杀生不斗道 那你们这辈子 能不能好好的去持守 可以的话 在你们各位的身体 跟 听得很清楚 然后回应得很明白 这个过程就是 你有做过这件事情 所构成的完整的一个行为 这个叫做有做 那当各位受完这个仪式之后 内心里面他就产生一种认知 我今天已经受完戒了 对不对 你们去受完戒之后 你们自己会很清楚 我已经开始持五戒 这时候 当你们 想要杀的时候 比方说想要杀什么呢 杀人不至于 比方说各位会在什么样的情况 会想杀人 动念头想杀 比方说有一只蚊子在你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那里翁来翁去的 他在用餐 你在睡觉 结果蚊子就在那里飞来飞去的时候 干扰你的生活 干扰你的睡眠 这时候 你可能就会动杀念 想要把灯打开 或者是说那只蚊子飞来飞去的时候 基于你要保护你的小孩子 想要杀 想要杀 后来想到一件事情 我已经受菩萨戒了 我不能杀他 我只要敢他 这个时候就是戒体在产生作用 那在还没有受戒的时候 二话不说 那只蚊子飞来飞去的时候就是啪 打下去的时候 有些人还会更有趣 还会 边打的时候边念佛 請欧美陀佛 背一下责任 还是分担一下 这样子 我不曉得 你为什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要请出欧美陀佛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既然你心里面有 有欧美陀佛有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下不了手才对啊 你为什么还会请观世音菩萨 请那个 请世尊来看你说我要打蚊子啊 請你帮我来看一下 不用做这种事情 所以 在有做的一个仪式之下 完成无做的戒体 那戒体什么时候会失去功能呢 戒体就是说 当各位已经不再这么用心去注意 我生活上的一些 杀身啊 偷盗啦 或者是奇遇啦 两舌 当已经忽略了 这个时候就产生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放逸 已经没有警觉心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已经对戒呢 已经麻痹了 已经知道说 我有持戒 但是这个小事呢 我已经做不到 或者是说已经 嗯 讲一个更 更不客气的 就是已经没有惭愧心了 已经做到最后 已经就是没有惭愧心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做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必须要再去复戒啦 那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听戒就是这样 好 那总而言之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各位 能够保认悲心的话 那表示 已经准备好 可以受菩萨戒 那除了 自己的悲心养成之外 那当然还有其他 各位在家居士有一些 必须要克服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就不再多谈 好 那我们看一下文 善男子出家之人 唯能具足五波罗命 这句话讲的意思也就是说 出了家之后 是没有办法布施 为什么 因为出家人已经 在出家之前呢 已经把财物 已经放在家里面了 没有舍喔 出家的时候 是没有把财物舍出来 就是 除非说你出家之前 你有很多财物啦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 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那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呢 这些财物你就是 给家里面的人自己去安排 那很现实 就是 现在出家人 如果没有钱的话 其实是 会很难安心办到 会很难安心办到 因为当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他如果说 今天在生团里面还好 似乎所谓的还好 就是说 旁边的人看得到 可能或多或少 会帮你 出一点力气 出一点点 那如果说 你自己在外面的话 那你就是 你自己想办法 那你自己想办法 怎麼想办法 找居室吗 我要去那个 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医生 然后找居室 然后那个 你也不知道多少费用 万一钱 钱很多 然后居室 他有心 但是没有能力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很头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 即便是在生团里面也是很困难 你说这个钱常住要出吗 很难 除非说这个试院道场非常有钱 你说那这个试院道场有钱 他就可以帮你打点好 也不太容易 所以 先跟各位打个预防针 各位以后如果说 有因缘出家的时候 也不要让常住成为负担 是你自己可以把一些事情先安排好的 比方说像 像一些什么医疗保险 自己在社会上 自己就是先弄一弄 因为有一天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也可以减轻常住的一些负担 比如说我常住 常住没有钱没有能力 那至少你有 曾经在社会上有安排好这些 自己有能力的话自己把这些事情先弄一弄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跟现在南传的真的是 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就师傅在接触一些南传的一些法师 我师傅会觉得说 有些南传的士愿 他们的出家众反而在修道上 反而是比较 比较会被注意到 什么叫做比较不会被注意到呢 比方说 南传的士愿道场是没有厨房的 包括师尊在世的时候 什么奇缘金色啦 竹林金色 这么大的士愿道场是没有厨房的 你说他没有厨房那吃什么 脱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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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厨房里面是没有放食物啊 包括现在南传的士愿道场也是一样 有一些有 他有厨房但是他也不见得就是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储存的一些东西下来 不太会有 那绝大多数呢 你说那早餐怎么办 居室送 居室送 居室几点要送 居室大概六七点就要送 居室送 所以早上的时候居室送餐来 然后送完之后 供养完之后 那个居室就离开了 然后法师自己用餐 那用完之后自己东西给你一下 那到中午呢 中午如果法师没有出去脱脱的话 一般现在法师大概 只有南传的国家会脱脱 而且大部分也都不太会脱脱 大概都是在寺院里面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尤其是送到寺院道场 寺院道场给法师吃 那吃完之后呢 或者是说 如果是没有一起吃的 南传的法师吃饭 是没有跟居室一起吃 就是法师先吃 法师吃完之后呢 可能先讲几句话 讲完之后呢 居室才可以吃 是这样 但很多种很多样 那宿正要讲的是什么 因为南传的法师呢 他们在寺院道场 或者是说 在个人的金色毛棚里面 在住的时候 居室早上来一次 然后下午来一次 来的时候一定要两个 最早就是两个 两个 两个来 然后供养完之后呢 离开 所以大概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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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有 一两 应该 每一天 大概都有两趟 有法师来 有趣事来 接触到那个法师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法师 他现在身体的状况 这个法师 他现在身体状况好不好 他有没有生病 他有什么 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没有开门 没有开门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异状 那生病的时候 万一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跟那个居室讲 讲一讲 就是到医院去 然后居室呢 就去 绝大多数他们都会有一个 居室的一种护职会 就是法师的一些医疗 他们平常就已经把那个钱 就是固定 每一个月存多少 放到那个医疗里面去 那不管是哪一个法师生病 那到时候医疗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笔费用 拿去做 做法师的一些 费用的一些支出 一些医疗 那北船的反而是没有 北船的是谁呢 比方说像我们 我们没有 我们吃饭 可能我们自己要想办法 不见得有人送 所以 反而是 比较没有趋势 会去跟我们互动 所以万一我们往生的时候 我们如果自己住猫棚 就往生挂了 就挂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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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在那里 晾到 晾到突然有一天 诶 师父好像已经一两个礼拜 没有看到他 一两个月没有看到他 然后去跟师父拜访一下 电话没有人接 我们直接过去看一下 而且我那个法师已经作画了 已经作画 已经变成雕像 已经变成木来 已经干掉了 所以像我们现在北船的 觉得 住寺院有住寺院的方便跟不方便 法师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在奋斗的时候 也有他的一些很像独居老人 好啦 那总的这个是题外话 那各位以后要出家的时候 就是 还是一样 要去 慎选说 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有法 有法无实 自己的一些质量稍微准备一下 能够学习佛法 有正法可以听 其他的生活稍微截去一下 困难一点 那个都还好 因为师父曾经去过 有一些道场 那道场已经很大了 二三十个比丘尼住在一起 共住的一个生团 师父去那里的时候 他们请师父留下来用午餐 我说好啊好啊 师父已经一直在推 说不要啦不要啦 老比丘尼请师父留下来 他留下来的时候 端端过来的时候 第一道黑色 第二道咖啡色 第三道墨绿色 然后第四道土黄色 这什么东西 你们能够想像出来 那个是什么东西吗 那老比丘尼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都比丘尼 第一 Po 鹹 勤茧 那个东西 饺过之后再饞 饺的是后再� en 糖尿的又更里面 一直糖尿 grues 糯íp ノ 后来咖啡色 咖啡色的变mamah 所以一开始土黄 再来莫玉 然后再来 再滷 滷的時候再滷 滷了 再滷了 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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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黑了 所以一開始土房 再來墨綠 然後再來 師傅看到那幾道菜的時候 覺得說 真的是辛苦啦 你們聽完師傅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不要覺得太恐怖啦 以後我難道去出家之後 等等都會吃這些啊 沒有啦 不一定啦 不一定每一個試驗道場就這樣 但是很多啦 就是有一些老比丘尼的道場 老人家不太能夠咬 所以有些東西 這一餐吃不完 然後下一餐呢就是再熱與熱 這一餐沒有吃完 然後下一餐再熱一熱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又吸飯 然後又加上這些東西 因為沒水氣啦 沒水氣就沒那麼煥 到最後都吃這個 所以那一餐師傅吃起來也特別有滋味啦 所謂的有滋味是那一種 那種滋味 不是那個滋味 不鄉下欸 不鄉下欸 不會很鄉下 在新竹市而已 而且是很出名的試驗道場啊 所以就是這樣啦 修行嘛 反正就是自己的道業要顧啦 就是這樣 好 出家之人為能俱足 波羅蜜 也就是說 以出家眾正常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去做布施 沒有辦法 正常喔 現在師父講正常的情況下 出家眾已經不是在做布施的事情 那你說出家眾要做什麼事情呢 出家眾要做的事情是持戒 然後忍入 尤其是脫波的時候 這是常常要忍入的事情 脫波 你說脫波要忍什麼 脫波他不會說是去佛教徒的地方去脫波咧 世尊規定的脫波方式是說 你是要挨家挨戶 今天是在1號 那你明天就3號 5號 我們現在門牌號碼都是單號在一邊嘛 酸號在一邊嘛 反正你就是不能跳啦 那你脫波完7間 比方說1 3 5 7 9 11 欺負人家 欺負人家剛剛好 一個沒有在煮 一個已經吃飽了 沒有東西了 一個沒有人在家 那另外一個怎麼樣怎麼樣 欺負完了之後怎麼辦呢 沒有拿到食物怎麼辦 你們猜一下 對啊 餓肚子 就回家了喔 你們不要想說 喔 我這家那個 明德沒有吃到 我到那個另外一家去吃 再經過7家 沒有 以前一戶一戶的人家 那個走7戶那個已經要走多遠了 走完這7戶之後 你沒有你就不要再浪費時間了啦 那回去如果說其他師兄弟有多的話 你就師兄弟分給你一些啦 就是這樣 那乃至於包括有一些比丘他生病 他沒有辦法出門的時候 那其他的一些師兄弟他們住在一起的話 也就是我多要一些回去給那個病比丘吃 這也是有這樣子的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出家要做的重點是持戒 然後忍入 然後精進 禪定 還有智慧 尤其 世尊在世的時候 禪定呢 修禪定是每一天的功課 而且是主要主修的功課 禪定喔 出去多多起時 去跟大家結個園 然後回來吃個飯 吃個飯完之後 中午大概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沒有那麼晚啦 大概回去的時候大概八九點或者十點 那十點呢 十點吃完東西 吃完東西呢 手腳洗一洗 然後可能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世君就開始要講精了 就是這樣 所以絕大多數活動的時間 都是在早上 而且可以說一定都是在早上 太陽還沒有下山之前 那所以 主要修行就是 修禪定 然後修禪定的時候 在白天聽完世尊講的話 講完之後 你就是把它記在腦海裡面 那在禪修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出來思維 拿出來思維 所以大概分成兩類 一個是修子 阿納波納 另外一個就是修官 那官法呢 大概有幾種 因緣官 戒分別官 或者是慈心官 類似這幾種 或者是還有一個就是不禁官 所以 在五庭心官裡面 它大概分成這幾種 所以這個是 世尊在世的時候 直接教導弟子 除了這種弟子呢 必須要 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你說慈悲什麼時候修呢 慈悲就是下去下山的時候 去跟人家說佛法 然後做法布施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遇到 遇到突破的時候 有些人無理得慢慢的說 你這個時候你就修忍入 所以 白天出門的時候 就是修這樣 那回來的時候呢 就是修子官 好 這個是對出家人的部分 主要是後面的五波羅蜜 那在家之人呢 則能俱足 這在家之人則能俱足 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在家趨勢 因為有收入 有工作 那有工作呢 有收入 事實上而然 就必須要去做一些布施 只要不危急生活上的一些基本運作的話 那有適當或者是說做出一些比例上的分配 比方說像今年有一些是用四分之一 的規劃 這也是四分講的 四分之一的規劃 比方說 一分把它拿來迎生 平常的一些生活 生活家計 那一方面呢 把它做來儲存 要存錢喔 所以世尊告訴各位參加軍師 你們不要把所有的錢都花光耶 你不要說我要布施 我要行捨 我要捨一切 沒有耶 世尊是告訴各位說 你們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在自己還沒有達到 某一種境界的時候 先不要這樣子做 所以一方面 要維持生計 那一方面呢 一部分的比例呢 要把它拿起來儲存 那另外一部分呢 要讓它繼續的維持下去 比方說做生意做買賣呢 你要有 你要有本錢再去買東西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事業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周轉的 一筆周轉的 所以再跟大家講一次 一筆呢 是用來做平常生活開銷的 一個是儲存的 一個是周轉的 另外一個才是布施的 是做這樣的分配 所以 那這個當然都不是說 按照一定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 養成一種布施的習慣 而且 在世尊的那個時候的布施 其實很單純 非常的單純 怎麼講單純呢 因為 除了錢之外 你供養出家人的東西就是 物質上的 物質上的 而且物質上的東西也很單純 比方說一塊布 布喔 尤其是在結下恩區 完之後結下 供養出家人就是 一個碗 因為碗會破嘛 供養出家人一個碗 因為碗要脫破 脫破其實是 那個是重要的家當 碗或者一塊布 那布什麼顏色無所謂 反正就是到後來就是 一定要去染 一定要染色 然後染色完之後 如果是整塊的布 再下去是 供的時候 大概就是整塊的布 那整塊的布的時候 必須要把它 裁掉 必須要像 我們現在桌上這一整塊 給出家人 那出家人 他就是必須要把它裁成一塊一塊 裁成一塊一塊 然後再把它補起來 一定要這樣啊 所以出家人 沒有穿一整塊布料的衣服 因為這是世尊特別教導的 好 所以 那另外一個就是 藥品 醫藥 那醫藥的話 大部分也都是出家人 跟你開口的時候 我要什麼藥 那你幫我買一下 那現在南傳也是一樣 比方說我頭痛 幫我買那個頭痛的藥 或者是說什麼那個皮膚的藥 或者是什麼樣的藥 溫蟲釘藥的藥 那這個大部分都是透過 由出家中 什麼樣的一些藥品跟居士講 那講完之後 由居士去買 那再去送給法師 所以 飲食 衣服 衣藥 握具 那邊都是這些 那你說握具到底是什麼 握具也是一樣一塊布 各位如果說有去印度的話 去到一些地方 尤其是鄉下 尤其是鄉下 你們大概只要在早上的時候 有路過一些 一些在家人的一些 一些庭院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們早上的時候 他們就一塊布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做什麼呢 放在地上取暖 然後吃早餐 你說印度呢 印度早上要生火要取暖要吃早餐 對 沒有錯 大家不要以為印度很 完全就是熱而已 印度有些地方是很冷的 有一次師父去到德里的時候 以為德里很熱 結果去到德里的時候是五度 光了皮皮刺 德里 心德里 五度而已 去的季節也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氣候的變化很 溫差差別很大 他們早上就是有生火 所以為什麼印度有些人 他們對火非常的崇拜 因為火太重要了 火可以取暖 不能失溫 失溫你的身體 火可以用來煮東西 火可以用來做什麼 很多功能 所以 火是在當地生活 就像我們現在的電 那麼樣的重要 像我們現在生活上如果沒有電的話 哇 幾乎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我們大概必須要知道一下 這個是生活上的一些必備品 好 那這家居士能夠去除 這能夠去除的意思也就是說 比較 在六度當中什麼事情都有辦法去做 那夏文說 何以故呢 因為 這什麼原因 因為一切時鐘 在家居士 在任何的時間情況之下 都可以做到一切失故 因為在家居士身上 有錢 有東西 所以可以把財物捨給人家 但是出家中不是 出家中就只有三一一波 那藥品不見得身上有 而且也沒有錢 所以這些東西 出家中就不能做了 所以這裡所謂的一切失講的就是說 你們有擁有的一些財物 都可以施捨 布施 各位要記得 32項的主要 的來源是布施形成的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百節修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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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32項的由來 一個人的相貌 莊嚴好看不好看 是跟修服有直接的關係 而且如果修服 再配上自己的內心裡面 沒有貪沒有稱的話 32項會更 會更 好看 會更殊勝 所以天王一樣有32項 菩薩有32項 世尊也有32項 但是這32項裡面他有維系的差別 你比方說像這個人長得很好看 這個人長得很好看 但是這個再仔細看 他的眉毛他的眼神他的鼻子 會更好看 所以32項是從布施的福修來的 所以對夏文說 世故在家 因先修悲 這修悲就是盡量的自己 從布施當中 讓自己的悲心不斷的提升 你說那 慈悲跟財務的布施 有什麼關係 布施跟財務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悲心只是內心裡面的 一種心情情緒的一種作用而已 他只是一種情感的表現 各位這樣知道嗎 悲憫心是情感的表現而已 但是你要有所作為的話 是你要付出行動 不要說這個人很貧窮 很貧窮你心裡面很可憐 對他很可憐對不對 那怎麼做呢 怎麼幫助他 就是要給他錢啊 所以布施是培養慈悲的一個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管道 所以不要把布施 只有當成說我這個是在修復 沒有他是在除了修復之外 也是讓自己悲心的一種養成 因為他是一個具體的一種行動 具體的一個行動 所以 悲憫心是我們內心情感的一種 作用而已 實際上要去 要去做的是 做對他有幫助的事情 這樣子用行動去實踐 就是布施 下文說 若修悲矣 這若修悲矣就是說 如果開始在修慈悲的話 當之世人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 他如果說開始已經在行布施 已經有慈悲心 他做了很多種種利益大眾 利益貧窮人的事情 這樣子這個人 他才能夠聚足什麼 聚足可以進一步的去慈戒 所以有了慈悲心就可以去可以受戒了 比方說像剛才所講的 菩薩戒也是一樣 接下來可以漸漸的修忍入 布施的時候有很多的事情必須要忍 另外就是可以精進 這精進就是要常做 而且要想辦法做 是不是常常會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窮人家很少有機會在你的面前跟你開口說 我沒有錢 而且就算這個人他跟你開口 在你的面前跟你說 一個陌生人跟你開口說 我沒有錢你能不能給我500塊 其實我們對他都有很大的防備心 這個會不會是騙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是說 這一個人他到我們的面前跟我們開口 我們就會去行慈悲 不一定喔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會有一種習慣叫做 貪嗔痴慢疑 那我不瞭解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就算是真的啦 不太有可能 不太有機會說 這個窮人跑到你的面前去跟你要錢 不會去跟你按電鈴 按了電鈴你也不一定會開門 所以不太有這個機會去跟你要 然後讓你去修 修布施 所以在這個社會 修布施是各位要主動修 各位自己要去找門路 比方說創世基金會 你說創世基金會那不是基督教的嗎 你管他什麼教 修十倍哪有分什麼教 創世基金會 或者是說什麼那個 仁愛之家 或者是什麼一些 像一些什麼那個 什麼紅石字組織之類 種種的其實很多啦 那包括各位家裡面有二手東西的話 一些二手物 你沒有用 這些東西你用不到 那你上網去找一下 二手回收 有很多慈善團體 他也會收這些東西 打電話問一下 你這些東西要不要 你方便的話 台北這裡很方便 你就把東西送過去 他們會去拍賣 拍賣的錢他們會去幫助弱勢團體 那包括我們現在有一些慈善團體 你就是每一天50塊 你就可以讓他今天吃飽了 很多原住民偏遠山區很多地方 一天50塊 一天一個月也不就是1500而已 所以是不是重點要講的 就是說我們把這種 這種所謂的慈悲心把它化成實際上的這些行動 而且真的窮人不會到你的面前去跟你開口 那就算開口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事情會去 會去考慮 猶豫 然後問清楚 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 你到底是怎樣 有的時候 這種情況會被騙的 大部分都不是很多錢 我們通常會被騙 大部分都是被騙 不是我們 你們 在家居士 就是 容易會被騙比較多錢的都是投資 這筆這個 這個已經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還沒有上市的股票 這個投資的話 一本萬利 然後這個房子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買下去的話 有多大的那個投資報酬率什麼什麼 反而會被那個比較大的錢套牢的 都是那種做投資的 跟你騙錢的 騙到說你讓你生活 生活窮途了倒的 沒有 不會 你有沒有看過有那種詐騙 詐騙集團把你騙到那個什麼 家當整個都不見了 那個就是已經是 太不小心了 一般這種情況是比較不會發生 好 總而言之在這個部分 就是告訴我們說 在家居士 首先要先修慈悲 慈悲的具體展現就是展現在布施 而且是要主動的 這樣子後面的 慈禁忍入 精進禪 禪定智慧 你才有辦法去修 照這樣的次第來講 是 是從簡單的開始做 是從簡單的開始做 布施是最簡單的 然後慈禁就比布施難一點 然後忍入又比慈禁難一點 精進又比忍入難一點 禪定又比忍入難一點 智慧又比禪定難一點 是這樣子的一個次第差別 所以排出來的六度是有原因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著看 講義十六頁 剛才談到的第三段 倒數第三行 事故在家 因先修悲 若修悲 當之世人能具戒忍 精進禪定智慧 若修悲心 難施能施 這是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修慈悲心的時候 必須要慢慢的練習 從容易的事情做到不容易的事情 比方說有些東西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做得到 做布施 當然還有包括說 我們在做布施的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過程變化 我們也是要讓自己在 在行舍的時候 避免讓自己的一些 不當的一些 會腦心或者貪心出現 在布施的時候容易生貪心 尤其像 我們大部分在初學的過程 布施心裡面難免都會有一種 希望說家裡面的人可以 事業順利 或者小孩子的一些功課 學業變好 或者是說他的身體健康 我們在做布施 或者是說在佛門試驗道場 在跟佛菩薩祈求的時候 難免也都會這樣子 雖然有護持三寶 但是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也不是說交換利益 只能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還是會跟普遍的一些人 一些那種民間信仰的習慣一樣 去到佛門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祈求 我的身體可以健康 我可以智慧 我可以有怎麼樣的家庭和諧 然後我的同學可以乖乖聽我的話 像總統之類的這些事情 然後我可以賺大錢 是不是曾經就一大一個 他在深圳 深圳蓋房子 我們知道 中國有很多造政的一些企劃 造政的企劃 他發展那些城市 發展了之後 炒熱的氣氛 炒熱之後 他買了一些房子 投資在那裡 結果那個錢 就卡在那裡 因為房子賣不出去 他問師傅說 那師傅有沒有辦法 我說 我賣房子我怎麼會有辦法 我怎麼會有辦法 幫你賣房子 大不了了 點多師傅就是 幫你寫個牌位吧 幫你寫個地基組 讓他說這個地方 可以順利的 去買賣交易這樣 只能這樣子而已啊 他說 房子買不出去 賣不出去 找師傅 應該找房仲吧 不然的話 你找要師傅 還是找觀星菩薩 找師傅 師傅怎麼有那個能力 而且其實我們回過頭來 師傅也跟他提醒 你看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環境在改變的時候 不是只有你被套而已 你是整個 整個鎮 幾萬戶 幾萬間的房子 那個像鬼屋一樣 你看整個政府的政策一下去 你看深圳以前那個什麼 一些深色娛樂場所最多的地方 政府下去掃房 全部整條街變成空屋一人 整個鎮也是一樣 所以 我說那個是大環境的一些因素 當初你要投資這些生意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去想 我們也不是做生意的 我們怎麼會知道說 你這樣子的一個投資 到底是恰不恰當 你說那些事情怎麼辦呢 怎麼辦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他還要為了這種事情擔心 可是那個錢沒有回來的話 我們那個小孩子 以後他們的什麼樣子 怎麼生意 那生意不是在做 那是你兒子在做生意的 跟你講有什麼關係 但是 就是事件上講的一句話 人五百歲瘦 下面呢 對啊 長一千歲 你 沒一百歲 你等一下在那裡 煩到一千歲 要的事 你是 對不對 還會煩到太多 所以師傅常常在舉一個例子 說 那個阿祖一直在煩到阿嬤 你聽到沒有 阿祖在煩到阿嬤 阿祖已經八到十歲了 在煩到阿嬤阿嬤 阿嬤六七十歲 我問那個奇怪 一個六七十歲的人 還需要你擔心嗎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奇怪 不要說那個阿祖在煩到阿嬤 我們這把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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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十歲 難道我們還要去擔心 那種三四十歲的人嗎 你們覺得有沒有必要 你說可是要關心阿 是啊 關心 但是不要擔心 要關心是沒有錯阿 你說阿三十幾歲 他的一些工作什麼樣 他的小孩是什麼樣 對啊 你可以關心阿 但是你有必要擔心嗎 那關心跟擔心其實 一個人的那個心情跟臉色 其實是看得出來 是看得出來 包括他的一些語氣啦 會不會擔心這些事情 其實會啦 聽得出來嘛 包括這些人 奇怪 生活無精打采的 然後整天憂愁苦臉的 那肯定是心裡面有心事嘛 一個三四十歲的人 應該很多事情 其實父母親不要太過度的去幫他設想 因為我們你看 我們以前人那個儒家在對於年紀的一種分類上 不是說分類啦 就是說對這個年紀他應該要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不是有一句話說嘛 三十而立啊 四十咧 四十不獲了耶 不獲耶 四十不獲就是我已經很清楚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不會迷迷糊糊的咧 我不會受人家左右影響咧 四十歲就應該要這樣子咧 請問各位在座幾歲了 各位應該要知天命了咧 耳順 各來的知天命 耳順也就是說 我看什麼事情看起來都很順 我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心情情緒反應 這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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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年紀六七十歲應該就是這樣啊 你說再過去 已經吃天命就 隨時我可以放下這周邊的一切 我可以閉上眼睛的時候 不管在哪裡死 不管在哪裡死 我都可以死得很自在 那叫做工夫啦 你知道嗎 那你想說我要到外面問成死 你不要這樣想 死在樓邊 死在樓邊我也很開心 這樣子才是自在 要不然的話你就想說 我死的時候旁邊要有孝子賢孫 然後要幫我做什麼期啊 然後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還沒死就有這些對死的這些總統過愛 你看當一個人他自在的時候 我簡單交代一下 後面那個三天燒一燒 送個無常金 送個阿彌陀金 也不用送太多 也不用糟糕天下 也不用發副文 不用發副文 那就簡單的 然後就是 我會叫你怎麼樣呢 突然 突然倒下去 就簡單的也不要說不交代 因為不交代後面的人真的是很難做事情 你簡單交代一下 我幫我做佛教的 請那個法師 出家的法師 送個幾遍的阿彌陀金 也不一定要做妻 你們方便的話 做妻的話 你就選擇你們假日期間 不用特別請假 送個阿彌陀金 臨前回鄉一下 跟我說阿彌阿你死了 你就死了 你們不用擔心我們這些小孩子 你就好好的去 你就去跟輔助收銀 你不用再待在吵架 你已經開我了解脫 這不是很好 何必在那裡 牽肠掛肚 然後產生許多的 我們後面的那個什麼八苦 你現在求不得一下子愛別利 一下子五運之勝 何必咧 當一個佛弟子 當一個佛 不是應該就是 面對這種生死難題的時候 對人家是難題 對我來講的話 那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很容易解決 很容易解決 簡單交代 做佛事 做佛教的 三天 可以做妻的話 就做妻 不能做妻的話 就是三天做一做 圓滿了 火化 火化完之後 有錢就買一個塔位 沒有錢的話就隨便丟 就這樣 你們不要真的隨便丟 隨便丟到時候被罰錢 那不關師傅的事情 書上也很好 書上就大家 你農我農 好 總而言之 就是說這些事情 我們盡可能的 化繁為簡 好 從不容易失 不失的 然後做到容易失的 當然就是可以從錢的量上去做判斷 難忍能忍 就是做完之後 有些事情可能你必須要去忍受 尤其在佛門裡面 所以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起苦惱 或者起煩惱心的時候 是在佛門 為什麼 在佛門會起煩惱 廚房裡面 就好像有一句話講的 一山不容 二虎 一間廚房裡面也不能容納兩個女人 一間廚房裡面幾個趨勢發心點座行堂 七嘴八舌 然後那個 又加上那個 瓦斯啊火啦在旁邊 就整個都已經 被滾起來 火就很大 所以師傅常常會跟有一些趨勢說 在佛門裡面發心修復很容易 損浮也很快 你在掃地掃地掃一掃 莫名其妙人家說你也沒掃到 你本事就沒拼給我 你給我管我們師父你來掃啊 功德就回於一旦 你那一句話就沒在做 何必咧 既然要做的話 你怎麼不稍微忍一下 一定有人不滿意的嘛 那要不然的話就很簡單嘛 師傅常講的 你要當菩薩的話 你就要背黑鍋啊 你就要忍啊 那要不然的話你也可以不要做啊 那你不要做的話 你就什麼都沒有啊 你說你想要修復 我要有福報 那你不忍的話 怎麼會有福報咧 所以既然要做的話 有一句話說的 懷疑就要甘願收了 這個那麼簡單的 結果做不到 所以要懂得去忍受了 那其他有些人他講的話 我們就是 好好好 下一次改進 好好好 下一次改進 好 用這種比較正面的方式去化解一些 一些覺得不舒服的事情好了 那難做能做 有些困難做的 難做的 也要想辦法去做 我們有些趣事呢 只要聽到說 喔 這 這很難做的 喔 這我沒辦法做 這我沒辦法做 那叫別人做 有句話說不經一次 不長一次 就是這樣 你做的 這個經驗是你的 這個機會 你從這個因緣當中 你得到一種機會 得到一種經驗 得到一種智慧 你說可是這個是世界上的事情 世界上的事情 沒有那種成佛 然後已經行菩薩到還傻傻的 世間事情還搞不懂 沒有 沒有這種菩薩 菩薩或者是世尊 你跟他問世間的事情 他全部都清清楚楚 你跟他問出世間的事情 他也明明白白 所以我們當一個佛弟子 在這種社會環境當中 有機會可以學 就多學 廣學 沒有辦法學的話 就是我現在先保論 我現在沒有辦法 一時之間學那麼多 但是我有那種好學的心 菩薩的道種子 是對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興趣 只要是對利益眾生有利益的事情 他就會有連結到這個跟修道有關係 那每一件事情做了之後 就成為他修道上的那個道種子 那個種的意思就成為佛種 每經過一次獲取一次經驗 每經過一次獲取一次經驗 然後轉換成智慧 菩薩要教化眾生 他必須要樣樣都會 而且是樣樣精通 那我們沒有辦法樣樣通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每件事情都通達 但是至少也都能夠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可以廣學的話盡量 那有一些困難的事情 我們要也可以練習一下 當仁不讓 別人不做來我做 就像地上菩薩講的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所以不要都挑一些好做的事情 容易做的事情去做 那當然也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些能力 萬一你自己知道說 我做這個事情 我很容易產生煩惱 那第一時間你也先不要做 那如果說自己做的時候 自己說我會產生煩惱 但是我也會想辦法去克服它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就可以做 你不要說我一邊做 然後一邊煩惱 然後我又跟其他的人解下一些糧子 那沒有必要啊 你何必咧 而且你跟佛門做 那個是一碼歸一碼 你讓眾生受到一些干擾 或者是說產生一些會鬧 那這個部分責任你是要負責 那如果我為三寶做的事情 那個是他本身自己的問題 一個同情不會想 他煩惱的因緣從你而來的話 那將來有一天 你莫名其妙的煩惱 就是從其他因緣而來 所以這個是其來有志的 有因有緣 好 那以上所談到的這些 種種這些事情呢 以事異故 這裡講以事異故 就是說 把前面的這些事情 綜合起來 這樣的意義呢 所有的精神是什麼呢 一切善法 悲為根本 不管你要行六度 或者是說做一些困難的事情 或者是說不容易做的事情 所有的動機都是從大悲開始 有了悲心我們就會去策動 我們想要去做的這些事情 如果沒有了悲心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變得很消極 或者變得很被動 所以玻璃經裡面說 大悲為上手 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利益 都必須要擺在眾生的考慮上 這是主要的條件 這個叫根本 好 那菩薩的精神呢 菩薩的精神是不共人天 而且是不共二聖人 而且是成佛的正因 這個是菩薩道最主要的精神 不共人天 不共身文 而且是成佛正因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悲心的一個重要性 好 那這一段呢 是在告訴我們說 悲心的重要 悲心是所有善法的根本 所以這一段喔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段 善男子 若人能修如是悲心 如果是任何人 不管是誰 任何人呢 能夠照以上所說的內容 來修悲心的話 那當之是人 能壞惡業如虛名山 壞惡業 之前好像似乎有跟各位講 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過去的惡業如虛名山 一個是未來我們可能會造就的惡業如虛名山 那這裡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裡所謂的能壞 也就是說過去的 不會再增加 過去的呢 不會再增加了 過去的會因為你的悲心呢 慢慢的減少 那未來的不會再累積 所以這裡所謂的能壞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悲心的緣故 所以這些事情呢 它就是告一段落了 這些種種的這些不善的事情 就是到你深悲心為止 它就是告一段落 從今以後呢 不會再增加了 那慢慢的會再減少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隨緣消 隨緣消就業 然後更莫造信仰 隨緣消就業就是 我遇到一些逆境的時候 我可以逆來順受 我甘之如意 這件事情都是 我曾經做過的不善事 所以我現在面臨到的 我都樂於接受 包括我們現在在受報的時候 不要把它想像成就是外在的 誰對我們的傷害 誰對我們的夜報 誰對我們什麼 沒有 對我們過去所做的不善夜 回應在什麼地方最具體呢 就我們現在 如果說是那個地獄惡鬼出生 那個不講 如果是我們過去的殺業 過去的殺業 或者是說過去傷害壯生 因為沒有慈悲性的關係 做了這些不善夜 它會回應在哪一些事情 回應在什麼人的身上 會不會回應在別人的身上 不會 自己啊 所以叫做自作自受 所以今天裡面 世尊也告訴我們 沒有看過說他做我受 也沒有看過說我做他受 所以 回應在我們的身體的 老病死 這些事情 回應在我們身上 這些老病死 都是我們過去的一些 善不善夜所構成的 所以沒有什麼好埋怨的 我怎麼變成這樣 我怎麼怎麼 我怎麼怎麼 沒有 那個都是我們本身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調伏的是內心裡面的 那 色身呢 色身只能用我們的 用我們的心 用我們的佛法去 讓它產生穩定性 我們沒有辦法讓身體穩定 但是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心穩定 包括世尊也是一樣 世尊在晚年的時候 七十幾歲 腰痠背痛 風絲關節痛 然後頭痛 哪裡痛哪裡痛 世尊這些身體的疼痛 也都是用心 用心 在治療 說治療也是比較 讓心 用心 就是處理心的問題 比方說在疼痛的時候 世尊就是入滅想定 滅想定是外道凡夫的禪定 滅想定 入了滅想定 色身可以不痛 那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入滅想定 讓自己的身體感到不痛 那入滅想定 好像是打麻醉針一樣 入滅想定就像打麻醉針一樣 但是姿勢可以擺得好好的 世尊入滅想定的時候 是做得很端正 那我們如果說被打麻醉針的時候 我們就是整個身體貪軟 不但一樣 所以世尊是 進去的時間 他自己好像就是 控制那個麻醉劑的量 各位不曉得 有沒有打過去 打過那個麻醉 那個麻醉的劑量 讓這個人昏迷 大概半個鐘頭 大概一個小時 那個劑量都可以算得出來 因為這個人的體重身高 然後年齡 大概算一算 大概差不多 那如果說有喝酒的話 那個麻醉劑量就要再多一點 進去了之後 那麻醉 禪修的人不一樣 禪修的人 他要入禪定的時候 這個時間要一個鐘頭 還是四個鐘頭 他自己有辦法先設鬧鐘 先設時間 那怎麼設呢 就是我現在要禪修 那我進去入定的時間 我大概在哪一個時間我要出定 比方說像世尊 世尊跟佛弟子 休息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有沒有聽過三十 晝三十 夜三十 夜三十 夜三十是從 以我們現在的時間 夜三十是從幾點到幾點 太陽下山 明天已久 太陽下山 對 是太陽下山 沒有錯 差不多幾點呢 依我們現在的時間來算 七點 差不多是六點 三個時段 這三個時段 初夜 中夜 後夜 三個時段 然後必須要把它從12個鐘頭當中 分三個時段 所以一個時段是幾個小時 一個時段 四個小時 三個小時就變9個鐘頭而已 所以是從晚上的6點到10點 這個叫初夜 10點到2點這個叫中夜 2點到6點就是後夜 所以師尊是在什麼時候悟到 是在中夜還是後夜 好 這個問題跳過 你們自己再去回想一下 師尊是在晚上的時候 那個夜賭明星呢 以前師父在讀到這一段的時候也是很有趣 就發揮想像力 夜賭明星 師尊看著天上 然後有一顆流星掉下來 後來 後來經過一段時間才想說 不會啊 師尊是在禪修的時候 怎麼會抬頭看星星咧 師尊在禪修怎麼會閱讀明星呢 今年裡面有一些話喔 他不是在講外在境界的事情 他是在講內心裡面的反應 然後用讓大家明白的事情來做取例 夜賭明星 師尊在禪錠當中 在思維緣起法 怎麼會 在思維十二因緣 怎麼會那個咧 怎麼會張開眼睛看天上的流星 所以那個夜賭明星喔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視像上 師尊抬頭看到那個一顆流星 然後星星在那裡閃爍的情況 然後震入的話 那這個就變有趣了 好 那總而言之 中夜是我們修行人休息的時段 就是休息這四個鐘頭 所以第一個時間禪修的時候 第一個要做意 我這個時候要入滅想定 入滅想定 入了滅想定 我要在兩點的時候 出訂 那兩點之後出訂做什麼呢 出訂之後可以起來進行一下 進行烏七媽黑的怎麼進行 可以進行的話就進行 有月光就進行 沒有月光的話那就是 稍微活動一下然後再繼續做 做到天亮 差不多大概做到大概五點 以前似乎去過泰國有一次 我們很早出門 就剛好看到他們 五點的時候就已經在路上 列隊出波 脫波 在清邁 五點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路上 在走路脫波了 就可以想像說他們 大概差不多四點就已經是 大概三四點就已經起來 起來大概稍微臉擦一擦 然後整理一下服裝 然後就排隊出來 所以修行的一些情況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回到這裡所講的 如果這一個人可以發揮心 然後從前面所講的培養心性到實踐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把過去往昔或者未來 這樣子像虛名山一樣的罪業 可以破壞可以減少 順便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個所謂滅罪 我們各位有沒有忏悔過 忏悔忏悔總是希望能夠滅罪 大家要分清楚 忏悔是可以滅罪 但是不一定可以滅暴喔 大家聽得懂這句話嗎 罪暴罪暴 罪可以說是因 暴才是果 犯罪業 違犯罪業 然後才有果報 才有業報嘛 所以當我們在懺悔的時候 是懺悔這件事情 我這樣子發心的罪業 這樣的念頭 但是果報 它不會完全消失 果報不會完全消失 它有可能是減輕 可能是一樣維持 但是那個罪暴 暴一定會暴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懺悔完之後 為什麼我生活上還是一樣 這麼不順利 一樣 是懺悔內心裡面的那個煩惱業 是那個罪業 但是暴是兩件事情 所以可以說 罪是因 然後暴是果 然後果是有一些可以改變 有些是不能改變的 好 那我們看底下 那如果說這一個人 可以產生悲心的話 那不久呢 當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世人所做少許善業所獲果報 如虛迷山 這裡是在告訴我們說 如果說我們所做的事情 都是跟悲心符合相應的話 那這樣子 雖然做不多 少許善業 雖然做不多 但是 將來所獲得的果報 是沒有辦法去計算 因為做的事情 如果都是存善的話 那這樣子的事情 自然而然 他就沒有辦法去估計 或者是說 量是會非常大的 好 那這一段很簡單的 重點是在告訴我們什麼呢 修慈悲心的利益 可以滅罪 然後如果行善的時候 他的果報 會難以評估 難以計算 這就是修悲的一個利益 好 那修悲大致上有三種 眾生圓慈 還有法圓慈 還有無圓慈 那總而言之呢 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當一個人在修慈悲的時候 他這個人的煩惱吸氣 他一定會慢慢減少 因為當 當這個人的善增上的時候 這個人的不善一定會減少 當這個人的善增加 他不會只有說只有一樣喔 他會有一法然後影響一法 一法影響一法 比方說像我們喜歡讀經 比方說像我們喜歡讀經 除了讓自己可以多聞之外 慢慢的還可以讓自己呢 能夠念 念的意思叫做不忘 各位有沒有聽過五根 信 敬 念 定 慧 因為多聞 所以讓自己的信念可以專注 所以專注之後你常常念 所以就會不忘 那不忘之後就容易得禪定 所以當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好事 它有很多 很多附帶出來的好處 當我們在做壞事的時候也是一樣 會造就許多連帶關係的壞事出來 所以當一個人行慈悲的時候 他有 他有少灘 少撐 他有一些 不放逸他都會減少 然後同時呢 身心也會慢慢覺得比較安穩 而且 如果一個人的慈悲心比較強烈的話 比較強的話 他有很多事情他不會放在心上 跟自己過一不去 他不會一直為了一些小事情 然後在那裡胡適亂想 想到 坐在椅子想 想到之後 坐到那個沙發想 然後想完之後坐到床上想 床上想完之後躺在床上想 然後想完之後 晚上想了一整夜 然後白天繼續想 一個人的慈悲心 如果夠的話 其實他有很多的事情 他即便被傷害 他不會太在意 或者是說 根本他也不在意 他不會說動不動 就產生一些 跟平常人的反應的行為出來 平常人 然後我們已經 已經是想要慢慢的 讓自己的一些 平常的一些習慣 變成是不平常 像自己要跟菩薩一樣 好 那到這個地方 已經告訴各位 已經講完 所謂的慈悲的 產生 有36個因緣 然後慈悲 還有那個大悲的 四種差別的意思 還有發心的殊勝 還有說明慈悲的重要 跟他的利益 好 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解脫品第四 解脫品第四 有了慈悲 讓我們的目標 就是希望說 這一個人 他能夠獲得 永遠的安樂 那永遠的安樂 就是解脫 那包括我們 本身自己也是一樣 能夠讓自己獲得慈悲 那進一步的 才可以讓自己 得到安樂 那這裡底下 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在解脫裡面 各位有沒有聽過叫做 順解脫分 有一個名項叫做 順解脫分 所謂的順解脫分 也就是說 各位去受戒 受完戒之後 你因為持不殺身 然後順著不殺身的持守 這樣子下來 不斷的連續下來的話 就可以因為不殺身的關係 趨向解脫 這個叫順解脫分 所以戒律又叫做 別別解脫 你持守這一條 就因為這一條的緣故關係 他的因緣得到解脫 所謂的解脫 他不是說真的得到解脫 而是說你不會因為這些事情 得到一些障礙 自然而然沒有障礙的話 就是類似解脫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時間要做的是 先做順服分 有三種 現在師傅講的這個部分 你們要寫一下 第一個叫做順服分 前面所講的那個悲心 不失 那個全部都是叫做順服分 或者是說包括 慈戒還有忍入 這個都是算順服分 各位不要把以為 真的說解脫就是 那個慈戒就是解脫 沒有 慈戒跟解脫還有一段距離 慈戒跟解脫還有一段距離 能夠解脫幫助我們解脫的是智慧 禪定還不行 但是禪定有協助的能力 慈戒也有協助的能力 忍入也有協助解脫的能力 但是唯一根本能夠直接了當的 解決煩惱的是智慧 是波瑞是智慧 但是其他的五個因緣 全部都是波瑞的助緣 所以第一個是順服分 第二個是順解脫分 第三個是順決則分 第三個順決則分 所謂的順決則分 是那個決定的決 選擇的則 先把這三個先寫下來 等一下再做解釋 下了喔 第一個順服分 就是我們在修行上 我們先隨順修服 夜 布施 慈戒 還有忍入 這三個是順服分 然後順解脫分呢 是屬於 禪定 這順解脫分是屬於禪定 那個禪禪禪定 禪禪定 禪的禪和定 禪禪定 都是屬於順解脫分 第一個順服分是凡夫外道在做的事情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修服 都可以布施 都可以持戒 都可以忍入 所以這個是 共凡夫外道 他們一樣可以做 第二種 解脫分 順解脫分 解脫分是進入三弦位 那進入三弦位是哪三弦呢 各位在修道上 我們有52個階位 各位知道吧 52個階位 知道嗎 前面的第一個 十善 十姓 十姓 十姓的話 那個是凡夫位 那當然 後面的 後面的 十姓再來是什麼 十柱 然後呢 十行 再來 十位相 這三個 這三個 一共加起來 30個階位 是叫做 三弦位 實行 ש goddamn ah thri 三賦 二 一 三賢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 前面剛才讀到的 不是我們已經到達到那個 мет Deborah 我們現在大概在十姓的附近徘徊 十姓完之後 十姓 十柱 十形 十圍像 到了十圍像之後是什麼 再上去勒 這上去就十地了 再上去十地 已經四十格 到了十地的時候 再十格就五十格 五十格到等絕的時候 等絕就是已經佛了 有些他還會再多一個妙絕 等絕其實就是佛 只是說他是不同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稱呼而已 為什麼要跟大家解釋這個呢 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些 我們必須要知道自己現在修行的一個情況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去了解 自己的功夫到哪裡 到了三弦位 自己的身心會有什麼改變呢 自己已經不太可能會動一些不善念頭出來 不太可能 那如果到了第七柱呢 也就是自己的菩提心呢 不會再改變了 不管遇到任何挫折到第七柱的時候 不會再動搖 我不會想要說 我乾脆就是自己修道 我自己得到解脫 這樣子就好了 不會再有這種念頭想法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是不是到了第七柱 各位到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的話就是繼續努力 好 那這個是三弦位 那三弦位之前要進入劍道位呢 還有四個階位 叫做四加行 四加行 一二三四的四 加減乘除的加 然後行為的行 這四加行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凍扇根 凍扇根底下 可以寫 軟 頂 軟呢 就是那個 那個溫暖的暖 日字邊把它改成火字邊 軟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修行人呢 已經修行到對修行有一種熱度 已經有一種熱忱 這個叫做軟的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頂 頭頂的頂 山頂的頂 到達頂 到達頂位的時候 也就是說 這一個人的修行 在世間上 他所有的人 相比較 這個人已經是最 最優秀的 沒有人已經有辦法再超越他了 就是說你修行在世間上 這樣子的位置已經到達頂位 已經到達頂位 然後這兩個叫做動扇根 會移動的 這個動的意思就是不穩定 你說已經到達這個 人世間的集扇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到頂了還不會穩定 對沒有錯 這兩個位置 到世間行的時候 這個叫做動扇根 雖然有很強大的扇 但是 他的扇根 還會因為 劇烈的不扇葉 他也會讓他造成罪業 所以叫做動扇根 那後面兩個叫做不動的扇根 叫做 人 各位常常聽到的那個人 忍入的人 這是第三個 再來第四個就是 世第一 世間上第一 所以頂上去之後還有兩個叫做忍 一個叫做世第一 世間的世 世間上第一 那做這兩個區分做什麼呢 再問大家一下 什麼叫做動扇根有哪兩個 那不動扇根呢 人和世第一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就像阿難尊者一樣 跟隨在世尊的旁邊 但是 阿難尊者 他長久以來 多聞 而且不忘 但是他的習氣一直沒有很 很完全的斷除 所以他遇到 摩登前女的時候 他被引誘受到誘惑 受世間咒語的迷惑 這個叫做動扇根的情況 也就是有極大的不善業 會勾起 會引誘他的習氣煩惱出現 另外一個叫做提婆達多 所以各位 看到提婆達多 他為什麼當世尊的弟子 他還會去想 爭奪世尊的生團的領導 還會去想殺世尊 因為他有很強烈的名利心 然後當有這個機會 現前的時候 他就想要去奪取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什麼 什麼樣的人 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他就不會再造不善業 用問的問大家 什麼樣的人 他必須要到什麼程度 他才不會造不善業 要到不動扇根 要到達忍 那個忍的意思就是 確認明白清清楚楚 我完全無動於心的 這個字叫做忍 所以是非常篤定的 非常確認的 這個事情對我已經沒有影響 所以我不會對他有產生任何的起心動念 這個叫做忍 所以各位有沒有聽過無聲罰忍 無聲罰忍 那個忍的意思就是 但是我很明白很確定 符定的這個事情 對我來講 我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前面的也不太容易 除非說是有極大的惡因緣 那如果是三賢位呢 只要小小的鳳碎草動 我們都還會受到干擾 那十姓位更不用講 就是整天煩煩惱惱 心裡很多不踏實不安穩的地方 好 把我五個借位講完 前面 十姓 那個是凡夫位 再來 那個是三賢位 這是三賢位 那個 十姓 十柱 十行 十位相 那再來呢 再來就是 加行位 那個是加行可以放可以不放 那個 因為那個是三賢位之後 那介於劍道位的中間 在劍道位的中間 所以要進入四第一之後才劍道 那劍道叫做劍道位 就登地了 登地了叫做劍道 我們上一堂課有一個師姐她在問 那個什麼劍道 若得道語 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上個禮拜 若得道語 那個道的一個差別 好 那劍道位到 從初 初地 到第七地呢 到初地的時候這個叫劍道位 然後第二地以後這個叫休息位 然後學習的習這個叫休息位 所以劍道位就只有一個 然後再來後面就是舊禁位 等級就是舊禁位 記不起來的話沒有地方寫沒有關係 反正呢 就是凡乎位 然後 那個三賢位 然後再或者再多一個加行位 然後再來就是劍道位 然後休息位 然後再來就是 舊禁位 所以我們的修行的位置大概就是分成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地方 情況去判斷說 我現在的修行到哪一個位置 我還必須要再努力的 可以記的話就記啦 那沒有辦法記起來 記完整的話 大家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印象 因為據說 據說 要聽七遍才會記得 就是說各位聽要把那個鑰絲經 什麼那個 劉婆社界經要聽 聽得比較能夠放在心上 記得明白的話 都是大概七遍 七遍 所以 慢慢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剛才師傅提到的有三種 我們在修行的一個次第上分成 在進度上分成三類 那第一個順福分 那第二個呢 順解脫分 所以第一個要先修福 那福是有不思慈悸還有忍辱 都是屬於福 那再來呢 順解脫分 順解脫分的話 那就是禪定 要解脫的話 一定要修禪定 還有修智慧 如果沒有基本的定律的話 煩惱是斷不了 那基本的禪定到底要到達什麼樣的程度呢 最安穩的位置 現在師傅講 最安穩的位置 就是比較有把握的地方 差不多是到初柱 所謂的初柱不是說第一個柱 不是第一個柱星 因為九柱星呢 是我們現在在練習禪定的 九種基本的一個過程 那所謂的初柱是粗細的粗 粗細的粗 那初柱到什麼地方呢 初柱是到第七柱 初柱是到第七柱 那第七柱在柱星的分法上來講的話 對於論點裡面的名詞 名稱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 像 余潔斯蒂論 對九柱星的名詞 名相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 那個什麼 莊嚴論的樣子 那個裡面的 裡面對於九柱星的分法不太一樣 所謂的分法不一樣 比方說像那個什麼 那個 內柱 進柱 續柱 安柱 但是它的名詞不太一樣 原則上大家只要記得是到第七柱 那第七柱可以說是專柱一盡 專柱一盡也就是說我們的所緣呢 單一的所緣不會再受其他的干擾 不會有散亂的狀況去干擾我現在所要達到所緣的那個 會有一些變化 不會受到它的一些影響 然後到第七柱 那到端柱一盡 因為到這樣的一個 新的安穩情況 我們在思維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客觀 然後判斷力也會比較強 所以在這個情況以上就比較有辦法斷煩惱 那如果說要再穩當一點的話 那就是正出殘 就是到出殘 所以阿羅漢分成三種大家還記得嗎 真的阿羅漢有三種阿羅漢 這三種阿羅漢 阿羅漢都一樣是阿羅漢 但是阿羅漢也有那個 也有那個比較憋角的阿羅漢 你說他正阿羅漢哪有比較憋角的 有 有一些叫做壞法阿羅漢 這個大家聽一下就好了 因為很複雜 這壞法的阿羅漢 它就是觀不進觀 然後正德 正德 對自己身見的斷除之後 他一樣是正阿羅漢 但是這樣子的阿羅漢 他後面他就沒有辦法再修了 所以這個叫做壞法阿羅漢 那這種阿羅漢 他沒有什麼很深的強定 他沒有很深的強定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很深的智慧 也就是說他所知道的範圍其實不會很廣 你跟他討論說不進觀他可以 但是你再跟他討論緣起觀他不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正阿羅漢 那我跟他談論是聖地 然後談論那個十二因緣他一定會知道 不一定啦 因為他所觀察的是不進觀 然後從不進觀到第九的時候壞 到那個不進觀裡面有一個壞 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直接取證 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上手的 他習慣的 他比較內行的是不進觀 那你其他的你問他安娜波娜 那個情況他不一定知道 你問他緣起觀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有這樣的阿羅漢 那另外有一種阿羅漢 是屬於定解脫的阿羅漢 他的定力很強 可以到達四禪八定 什麼樣的定他都有辦法 到達四禪八定 或者到達滅禁定 但是他的智慧也是一樣 可能就是到達 修不進觀 或者從 那個 觀環境裡面進入 這樣子取證阿羅漢 其實 師父這樣講 所謂的阿羅漢 他就是 斷五下分結 跟五上分結 這樣子就是 叫做證阿羅漢 師父有沒有講太多名相 就是這樣子而已 斷五下分結 五下分結是屬於欲界以下的煩惱 那個叫五下分結 分是那個什麼 分數的分 結是結果的結 一二三四五的五 五下分結 五下分結就是五種欲界以下的煩惱 那斷五下分結 那斷五下分結呢 是正初果 還有惡果 那個是斷 正初果跟惡果的 那如果說是正三果呢 他會斷五下分結 然後還會斷五上分結的一分 或者兩分 或者三分 那個是屬於正三果的 那正四果的呢 就是五下分結 跟五上分結 全部一起斷 都斷了 都斷除了 所以這個叫證阿羅漢 簡單來講就是說 斷了見失惡禍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所以阿羅漢不會很難證 大家要記得阿羅漢不會很難證 不會很難喔 師父是講真的不會很難 正阿羅漢的話 經典師尊說 只要七天就夠了 只要七天喔 這個人如果認真修的話 七天就可以正阿羅漢喔 但是菩薩 菩薩沒有喔 菩薩師尊一直以來都說 菩薩必須要三大二生其節啊 菩薩必須要三大二生其節 你看那個差別有差多大 阿羅漢只要七天 但是 師尊說新菩薩道 要成佛 要三大二生其節 而且是 而且是進入 從那個三賢位開始算 十星會不算啊 我們現在在十星會排回來的那個都不算啊 我們不能說我從現在開始算 沒有 沒有喔 好 那所以 定解脫的阿羅漢呢 他對智慧上 他也不見得能夠說得很清楚 講得很明白 那如果是會解脫的阿羅漢 顧名思義 他著重比較強項的地方呢 是在智慧的部分 所以他也有可能知道十二因緣啊 或者知道緣起啊 知道界分別啊 或者知道種種的法 像安安尊者一樣 什麼法都知道 但是 定比較弱 定比較弱 所以弱到什麼程度呢 最少最少他都還有到第七柱 或者到達未到地定 就是到那個 快要進入出禪的位置 那另外一種叫做拒解脫 拒解脫就是像那個 社利佛啦 或者是須不提啦 他們叫做拒解脫的阿羅漢 也就是說 你要跟他比禪定 禪定沒有問題 很強 要討論智慧 像在波雷經裡面 討論智慧的 像須不提 社利佛 都是他們兩個人在講 然後世尊到最後的時候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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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 智慧非常的厲害 就是說世尊講過的話 他們也都可以 在世尊的面前講過 然後由世尊來認證 來應可 那這個是屬於定解脫 跟會解脫的阿羅漢 那剛才回到所講的 世家型裡面 菩薩的機會沒有特別的去分 所謂的世家型 就是到了前面的世時 世時的界位之後 就直接跳入 直接跳到那個劍道位 所以劍道位 聲聞的劍道位 跟菩薩的劍道位 大家要知道就是 就是只要能夠斷生劍的 那個就是進入劍道位 能夠斷生劍 就是沒有我持 沒有我持 沒有生劍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劍道位了喔 只是說在定義上的名稱上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聲聞講的是 國位 但是菩薩呢 是劍道位 然後劍道之後呢 開始休息 一地 從一地到一地 那個叫做休息位 好 那順便再跟各位補充一下 因為 大部分在分大聖 接位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用到四加型 四加型呢 是一切有部的分法 那在裡面的解釋 裡面的說明 他很清楚的說明說 這個修行人他到什麼樣的位置 他會進入四加型的哪一個位置 他會到軟 到軟的時候呢 他這個修行人 他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到頂的時候 這個修行人 他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到忍的時候 這個修行人 他會有什麼狀況 到四第一的時候 這個修行人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 剛才師傅舉 阿難尊者跟提托達多 他們兩個人之所以 還有可能會去造菩薩業 像阿難尊者 他是剛好被那個 被世尊發現 然後叫那個 派文書菩薩去把他抓回來 那這個是阿難尊者 他本身還是有受影響 那這個是因為他在四加型的 那個四加型的洞善根 表示說 這個人還會受到引誘 受到 受到 受到境界的左右 然後再去造菩薩業 那當然旁邊有善知識就有差別了 那提托達多他不一樣 提托達多他是名利心比較強 他雖然說跟世尊學習佛法 得禪定 然後對於經典的教理也都知道 但是因為習氣煩惱太強烈 所以在這個位置 還是一樣會造作不善業 極大的一些境界煩惱 誘出他現行的時候 還是會 所以就必須要知道說 當我們在修行的時候 必須要到哪裡會比較穩當一點 就是要到達人 那菩提心不退 那個是另外菩提心的位置 菩提心不退 那個是菩提心不退的位置 菩提心不退 但是不代表你不會造不善業 大家分清楚這兩件事情 我們有的菩提心只是說 有一些小事小境界小煩惱 我們大概比較不會犯 或者出眾的比較不會犯 但是如果說有強大的誘因 然後又剛好勾勒出我們的習氣 引誘出我們的煩惱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做 比方說像有一天當我們得到權勢 得到權利的時候 得到富貴的時候 得到名利的時候 得到恭敬的時候 我們有強大的這種勢力 我們就可能就會去造一些不善業 比方說當國王之類的 這後面會談到 後面會舉到說 師孫告訴各位在家軍事 你們當國王的時候要怎麼當 後面有談到 這個 這個我們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這學期是不會講到 是必須不會講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各位下輩子應該也不太會當國王 很難講喔 當國王的話大部分都是據說 經論裡面提到說 會當國王的話大概 還會有那個心想要當國王 大概是在初地跟惡地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的菩薩悲心還很強 我要教化我國土蒼生百姓 所以他還有可能當國王 你說初地惡地還有這種用心 他的悲心還很強烈 因為他空性的那個智慧 還沒有辦法說強過他的悲心 所以有空性的智慧 但是悲心還很強 所以會 會讓他再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到了三地以後 就不會了 這時候所做的事情會不太一樣 所以在每一地 每一地每一地的菩薩 所做的事情 會做區分喔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也會 斟酌我們現在的生活情況 去做一些事情 我早上我這段時間做什麼功課 然後我下午做什麼樣的功課 我到晚上的時候做什麼樣的功課 那菩薩從一地到一地的時候 每做的事情也都會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部分 大家也就是 有一點印象概念這樣就好了 所以 以後大家在聽經的時候 聽到那個什麼提波達多拉 或者阿難順者 他就是到 到凍善根 所以有一些境界 會引誘他去造不善業 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 那我們回到剛才講義所講的 十六頁 那有順福分 還有順解脫分 還有順抉擇分 那順抉擇分 在這個地方順抉擇分 也就是所謂的四加型 那為什麼順抉擇分 是在四加型的位置呢 因為這時候的判斷力 非常的精準 很清楚的很明白的 修道就是這樣子修 這個煩惱就是這樣 這個是解脫 會很清楚的 很容易的判斷出來 很容易抉擇出來 這個是善 這個是不善 這個是過失 這個是正法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善根 他就很強烈 好 我們看底下的內文 善男子 若善男子善女人 有修卑者 當之世人 得一法體 為解脫分 所以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那麼長樂樂等 為什麼要講那個順福分 為什麼要講順 為什麼要講解脫分 這裡所謂的解脫分 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生起悲憫心的時候 悲憫心 悲心是順福分還是順解脫分 悲心是順福分 因為剛才我們前面所談到的悲心 所以會能夠去布施慈戒 這是順福分 那當這個人他已經有 已經慢慢有悲心 已經有悲憫心的時候 這時候 這一個人的生活意 他就會慢慢的改變 不善業就慢慢的減少 那因為不善業慢慢的減少 所以呢 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人因為不善業的減少 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個人已經慢慢去向解脫 所以這個叫做得一法體 已經有那個味道 修道人的那個樣子 味道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個得到所謂的法體 就是說 這一個人要趨向解脫的那個 那個性格已經呈現出來 他的本質已經出來了 所以換言之 如果說我們 如果我們 我們一個修道人 如果沒有悲 如果沒有悲憫心的話 你說這一個人的 這一個人的解脫 他是會有距離的 這是會有距離 因為你還會想要去傷害人 你的身口意可能都還在不善當中 所以這樣子的人呢 只要是身口意還在不善當中排圍 沒有慈悲心的話 那這一個人 要趨向解脫的可能性呢 就減少 所以這裡講的意思 也就是說 當我們有慈悲心的時候 身口意的不善減弱了 那身口意的不善減弱之後 這樣子慢慢的就會趨向解脫 所以這時候已經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味道出來 好 那底下呢 善生言 世尊所言 體則 這個體呢 就有法體 這裡的法體指的就是解脫法 因為前面已經談到解脫分嘛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 從慈悲心開始之後 他會展現什麼樣的變化呢 這個人他的 他順向解脫的可能性呢 那個樣子已經出來了 那雲和為體 什麼是他的體性 什麼是解脫分的體性 這段是在問什麼 這段是在問 因為我們這一品講的是什麼品 解脫品或者卸托品 這裡是在講解脫的因 解脫的因從哪裡來 解脫的因從哪裡來呢 我們看17月 生男子為生口意 從哪裡來呢 從色身 從我們現在的身體六根 還有從言語 還有從心意 心事 從這三部分來的 所以解脫的法體從什麼地方來呢 從我們本身自己的身口意而來 那是身口意從方便得 雖然是從我們的身體而來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什麼東西才可以獲得呢 必須要有方便法 從方便得 那個方便的意思就是 必須要有其他的助緣的意思 必須要有方便的善巧 就是你要有其他的來源 我們沒有辦法說單一的從身體 我身體本身只有有 那這個是不太可能 我們必須要借助其他的因緣 那什麼樣的因緣呢 叫做方便呢 我們看一下文 方便有兩種 有兩種方便可以讓自己呢 得到所謂的解脫法體 一者耳聞 就像我們現在 在聽課一樣 必須要用耳根 那用耳根在聽聞的時候 耳朵長在什麼地方 師傅怎麼問那麼問題 問那種問題 耳朵 耳朵長在頭啊 頭在哪裡 頭連著身體啊 所以 耳朵是在身體的一部分嘛 所以這裡說用耳聞 當然就是身體 我們剛才前面不是講了嗎 解脫體怎麼得耳 從身口意啊 第一個告訴各位 用耳朵 所以必須要用身體 那用身體的時候 這樣夠嗎 用耳朵聽這樣夠嗎 不過 一定要 一定要專心啊 一定要專心 所以 要有耳根 要有耳視 要聽清楚 聽明白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借我們本身自己的身體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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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 要思維 聽過之後要思維 聽不清楚 聽不明白 那沒有關係 要問 所以經典裡面分出幾種根基 經典裡面分出幾種根基 聽經文法 聽經文法 不聞不問 那個是下根人 聽經文法 會聞 會問 不行 那是中根人 不行 所以就不做啦 要問那麼清楚 問到一隻白頭去 問問 你又要做 能聞 能問 能行 那是上根基的人 所以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大概是屬於哪一種 下根了 有根還不錯咧 那第二個很重要就是思維 很重要的就是思維 你有思維你才會有問題 你沒有思維的話 就很難發現問題 而且要認真聽才會聽出問題出來 要不然的話 很難聽出問題 而且如果聽得少的話 也很難發現問題 聽少很難發現問題 聽得少的話真的是很難發現問題 比方說像師父剛才跟各位講 一般我們對阿羅漢就覺得說阿羅漢 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非常厲害 當然阿羅漢是非常厲害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論點裡面 在精靈部去研讀的時候就發現說 原來也有那個不厲害的阿羅漢 但是這樣怎麼不厲害都比我們厲害 人家那個刀子掛在脖子上 我要畫下去的喔 要做你來 阿羅漢是這樣子咧 所以我們是 我們如果站在那個三樓高 站在剛才前面的那個窗戶門口 跳下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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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勇氣 所以龍樹菩薩據說 龍樹菩薩活得非常久 那龍樹菩薩據說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方法 就是說他 非常懂得養生 而且他除了身體健康之外他很長瘦 那國王護持他呢 國王從他的身上也得到長瘦的秘訣 得到長瘦的秘訣 那這個國王有一個兒子 他到了五六十歲他就很著急 五六十歲老爸還不死 老爸不死 老爸為什麼這麼長瘦 然後他去打聽 他兒子去打聽 一探聽之下原來是龍樹菩薩 教他長身瘦 這兒子說 他就問旁邊的人 那怎麼辦呢 那旁邊有一個人 他就跟他出了一個搜主意 跟他出了一個搜主意 所以 只要你跟他開口 你要什麼東西 他都會給你 我要跟他要什麼東西 很簡單 你跟他講 我要你的向上人頭 真的嗎 是啊 去試試看 然後他兒子就真的去跟龍樹菩薩說 聽說菩薩 什麼東西都可以佈施 龍樹菩薩跟他說是 其實他來的時候 龍樹菩薩早就知道你要來做什麼 對啊 是啊 那好 那我要你身上一樣東西 龍樹菩薩就問他說 反正你就是 他也是跟他那個 跟他說假裝不知道 那你要什麼 我要你的性命 我要你的向上人頭 據說這龍樹菩薩二話不說 在荒郊野外 隨便拿了一根芒草 就折了一段芒草 就脖子一劃 就頭斷了 就這樣 據說龍樹菩薩的死法是這樣 然後這個國王呢 因為龍樹菩薩死了之後 國王很哀傷 所以就病倒了 就這樣子往生 所以你們不要活太久 好 關我什麼事情 沒有啦 這個是 菩薩的一種 菩薩對生命的 生命是看的真的是很自在 好 那這個地方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得到解脫 怎麼得到呢 要得到解脫的話 第一個要多聞 第二個要去思維 要去判斷 都去想一想 這樣子做對嗎 這樣子是嗎 那這樣子的行為 是不是符合我的修道呢 那同時呢 富有三種 除了前面這兩種呢 另外還有 另外三種 第一個是會師 布師 那布師呢 大概就是有悲田 還有恩田 還有禁田 有這三種 那不管是哪一種 好 反正就是 只要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那對父母親 師長 或者是貧窮人家 或者是說 同行善之士 這些同常常有 只要生活上有必 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要 不計前行 好 要去幫助他 第一個要能夠布施 第二個呢 要能夠持戒 那以大家去世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三種 五戒 八幻災戒 還有菩薩戒 就是這三種 在家居士就是這三種 所以呢 有機會的話 就是 菩薩戒呢 最好去受 受菩薩戒 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 有些佛弟子真的是非常被動 除了生活上的一些不便 就是多二因緣殘繞之外 另外有一種情況就是 自己真的要去爭取一些 忌諱因緣 像我們那時候 學處在辦菩薩戒的時候 有一個師姐 她第一時間本來要參加 結果她家裡面的人生病 家裡面的人生病 她就不行啊 她要照顧家裡面的人 她就沒有辦法參加菩薩戒 其實我們學處辦菩薩戒兩天而已 兩天 沒有辦法來 沒有辦法 那就等下一次 我們學處是三年辦一次 她就隔了三年 我們去年辦的時候 她的小孩子被車撞到 她就想說 怎麼辦 一下子老的 一下子小的 到後來的時候 她就想一想 這次沒有受的話 那要再等三年 那要不然的話 就是要等 看下一次哪一個地方 她說 你自己去想辦法 我沒有要把你割了 兩天而已 反正你自己去尋辦 要不然你兩天 你都會賣下來 她說兩天 她就是排除萬難 就是受完菩薩戒 所以是不是重點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 有些機會是錯過了那個就錯過了啦 那當然也不要輕隨意的去說 我要去受戒 然後就去受一個戒 然後回來之後 菩薩戒在講什麼 我都不知道 如果萬一你們去到那個戒藏處 去到那個戒會你們受完戒 真的是不知道戒裡面的內容的話 請你們自己在家裡面多送戒 多多送戒 因為至少 至少你要把裡面的戒條先摸清楚 那戒條到底有幾種呢 於潔菩薩戒 優婆色戒 放往菩薩戒 這三種幾乎是所有菩薩戒裡面的所有的內容 這三種只要你把裡面的戒條呢 摸清楚 記熟了 你要違反戒律的機會 它就大大降低了 百分之九十 很多人 很多人犯戒是因為他不知道有這一條戒 這個是不可以做的 那他也不知道開遮食犯 我什麼樣的情況下我開圓 所謂的開圓就是說我做了 但是我心意裡面沒有這種汙染 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遮食 沒有這個部分我不做 這個很嚴重這個不行 因為很多人他不知道 沒有去讀戒律 沒有了解戒律 所以在不知道在無知的情況下犯戒 另外一種就是在沒有警戒心的情況下犯戒 所謂的沒有警戒心就是 自己已經習氣煩惱現前了 人家在人家講的時候 然後自己跟著跟人家起哄 失去絕招力失去警覺心 另外一種就是自己的習氣太強了 也不是別人的問題 也不是自己不知道戒 自己因為習氣煩惱 所以前面的阿難尊者跟提伯達多 他們都不是不知道戒律 他們是習氣煩惱太強 所以我們大概只要知道說 有這三個情況 收完戒 把戒律裡面的戒條、戒項 多送幾遍、多讀幾遍、弄清楚 那這樣子違反戒律的情況 就會大大的降低 乃至於當人家在講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 沒有這個部分是在優婆色界裡面 他是怎麼解釋 他是怎麼講 在於邪菩薩界裡面 他是怎麼講 我們都可以講得很清楚 比方說像有一些說 菩薩界為了要救一百個人 所以殺一個人 這個是在哪一個地方的講法 這個是在於邪菩薩界的說法 而且不是救一百個人 是連那個被殺的也救了他 菩薩不是殺人嗎 菩薩那個殺人是救他 因為殺了他他不會去殺其他人 他不會去傷害其他人 所以那個時候是菩薩代替這些眾生下地獄 比如說那菩薩殺人他會下地獄 是啊 剛才師父坑克有講 滅罪是滅那個罪 因 罪的那個不善 不善的那個動機 但是菩薩沒有那個不善動機 但是那個殺的習氣還是有 因為你要殺的話你必須要行方便 所謂的行方便就是你要採取任何手段 反正你掐住他的脖子要讓他死 那也是一種手段 你用刺手空拳把他打死 你用刀子用槍用刀屑 反正那個都是要行方便的 那這個都是屬於深夜的不善 那只要有深夜的不善 這個菩薩他就必須一定要受到深夜不善的罪報 一定有這個報 好那第二個詞戒就是告訴各位說 在戒律上要受完之後 要好好的去學習 那第三呢 多聞 那跟前面的那個耳聞呢 意思有點類似 那多聞如果進一步的講呢 必須要知其意 聽了之後要知道他的道理 然後知其意之後必須要知其法 知其法之後要無所疑 那無所疑呢是因為知其意跟知其法 所以那個無所疑就是說 我已經弄清楚了 這個部分呢 我不會有什麼樣的疑惑 那同時接下來就是要所益不忘 所以多聞只是第一個階段而已 所以各位在送金 在家裡面的送金 送金剛金 然後送送送 送了幾十年 幾十年 不知道裡面的內容 是不應該這樣子 送了幾十年裡面的一些大概的意思 要能夠掌握得出來 掌握得出來 然後裡面的一些甚深的含義 然後要能夠弄懂 弄懂裡面的深深含義 然後沒有疑惑 不會再對裡面的東西感到有一些 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而且不會再忘記 這個叫做多聞 你才有辦法訊息 才有辦法如理思維 有辦法如理思維 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辦法取會觀 那有辦法取會觀 才有辦法解脫 所以這個都是有相關連的事情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大概課堂上 談到這個地方 告一段落 那師父呢 留一點點儀情給大家去思考 留一點點儀情給大家思考 因為剛好講到金剛金 有三個字 讓大家去示威一下 三個字而已 第一個 不 不 不要的不 不 只要寫這個字就好了 不 第一個字 不 不要的不 不是的不 第二個 無 無所有的無 無 然後第三個字 非 是非的非 為什麼要講這三個字呢 讓大家帶一點儀情回去呢 要讓大家思維一下 我們在很多經典裡面常常會講到 不生不滅 不嘛 那無所有 或者是無生無滅 或者是非 非 非有 非無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不 無 非 意思與不一樣 哪裡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說師父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怕他在家太閒 與其胡思亂想 倒不如想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去想看看 你要怎麼去找資料 你要去查什麼東西 通通都可以 反正你們去查一下 這個是我們佛教裡面 常常碰到的幾個名詞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都弄不清楚 你說我要學習 我要多聞 我要能夠理解佛法 不生不滅 黏在那嘴不生不滅 奇怪 你在當時在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到底是什麼動動 金鋼金黏了差不多三千百 還在不生不滅 不孤不菌 到底是在佈什麼 金鋼金裡面這三個字都有 佈、非、無都有 大家去想一下 動動腦 要不然的話 那個腦袋 不去動的話 據說我們台灣那個 那個癡呆的人 已經越來越多了 希望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 好 我們回向